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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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好像是在看一件艺术品一样 在看书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种对自己 在文字上面的欣赏以外 陶冶以外 我觉得也是一种美术的欣赏 所以 我每次买到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拿起来先闻一下 因为书香真的很棒 第一家书店开始的时候 好样本事 那时候其实我想了很久 我到底要进什么样的书 后来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要 跟随着自己的心 心里面想要喜欢的书籍去寻找 设计 艺术 时尚 还有食物方面的书籍 甚至于摄影方面的书籍 我每次到了一个城市 我第一个先去的一定是书店 就很好玩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 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作者 他们脑袋里面想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把它用一本书 把它呈现出来 好棒 无精无胸 你看一下 这是在大概昭和年间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刚好欧洲 开始进入日本 甚至于画的人物的服装上面 都有欧洲的色彩 跟亚洲的日本人 他本身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从 就很多的这种 他很细腻的绘画里面 然后很多Imagination 就是想象 我觉得人类就是因为要想象 你就可以create 创造很多很多很棒的事情 我喜欢收集老东西 我喜欢收集老东西 每一个老件的东西 不管是书也好 或者是这些 其实都历经过可能其他的人使用 那有经过 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damage 我觉得都很漂亮 那它可能 它的背后有很多很好的一个故事 或者是一件让你觉得 这个是有经过这个时间 岁月的这种痕迹的事情 我就觉得很美丽 这个还是一个工业的椅子 就是比较用贴做的 比较简单 其实在东南亚 这个是从东南亚进进来的 但我们还是在很多空间 会收集一些老椅子 你就慢慢地坐下来看 然后也许你会在里面 书籍里面找到一些灵感 或者是给你一些启示或启发 当你在坐一张老椅子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在一百年前 他们在设计这张椅子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什么 你坐在上面 不单只是一张椅子 你可以去缅怀过去的人 他们在设计一张椅子 他的心情在哪里 他在那里的小椅子 在这张椅子上 还是在那里的小椅子 他在那里的小椅子里 感谢观看